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款服装也实在无以get同款 但是精致的内地妆容还是可以分享学习以下的 唐嫣这款美罩中的妆容 非常适合30岁左右的职场女性选择 不算是淡妆但也不会过分浮夸 重点在于口红的选择上 想要get同款还是很简单的 精致上班族的妆容 不需要多么有少女感或者娇俏 能够提升气场才是更好的 所以在眼妆的选择上 尽量避开红色系眼妆 大地色才是正确打开方式 如果更加追求高质感 亚光眼影会比珠光眼影更加推荐 深浅叠加也能加深眼部轮廓 轻轻勾了一条眼线就足够了 夏天尤其不推荐选择珠光眼影 因为面对燥热的天气 非常容易出现脱妆的情况 亮晶晶的眼妆反而容易油腻 在外眼部要补妆又不是那么方便 仔细看唐烟的这款妆容 能够发现眼妆使用的产品 基本以亚光制度为主 现在流行的女团亮片妆 日常中学起来其实是有些不夸的 其次就是非常重要的口红了 一款成熟妆容的打造 口红提气场的效果是最为显著的 在唐烟的这款妆容中 选择的是一款红棕色调的口红 这也是这两年的大热色号 红棕色不会像是正红色那样高调张扬 但是气场还是不弱的 关键是对于黄飞提的女生很友好 个人是非常推荐的 在众多的口红色号中 有一类尤其不推荐职场妆容选择 那就是橘色系 橘色系的口红 少女感十足 在夏天尤其适合 但是并不足以满足职场妆容 所需要的成熟气质 反而显得廉价 不管是很正的橘红色 还是粉橘色都不适合 橘色系的口红 还是留着日常出门逛街的时候 使用吧 如果从提升气场的角度出发 正红色口红的效果显然是足以好的 但是一定不要在日常妆容中厚涂 正红色厚涂 色彩饱和度过高的情况下 显老气的效果远比提气场的效果要强 三十多岁的女人是驾驭不住的 这样一款显老的口红 薄图没问题 厚图还是拍照玩玩就好 眉毛虽然在一款妆容中 对于风格的影响作用并不大 但是学着画眉毛是大多数女生学习化妆的第一步 真正精致讲究的女人 一定要学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一款眉型 而不是跟风当下流行的明星眉型 像是唐嫣这款妆容中的一字眉 到现在还经常出现在古装剧中 但是这样一点起伏都没有的眉毛 个人是真的不推荐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化眉毛 眉峰都是很有必要存在的 对于五官轮廓的勾勒效果更好 眉毛也不至于太突兀 罗镜镜头下的唐嫣太美了 精致红唇暗黑裙妆 美得太高级了 这才是不老女神 那像是已经当妈的人 状态真是太让人羡慕了 我女生放了 我女生放过去 为了这种污染 你是很难以子 你这种污染用 遇到吗 第一个人